耗资21打造的台中BRT巴士开始试营运 两届式的公车行驶在专用道路上 再搭配智慧行控管理的运输系统 吸引许多民众试程体验 反应怎么样 带你来看看 全台湾地辆快捷巴士试营运 乘客们迫不及待抢先体验 非常欢迎各位来搭乘我们台中BRT 快捷巴士有两节车身 可搭载120名乘客 行驶路线是台中火车站到静怡大学 享有耗置优先以及专用路权 确保BRT能畅通无阻 车程规划约45分钟 第一次搭BRT还蛮新鲜的 就两节试工车的 可以坐那么多人很特别 把捷运开到路面上来 所以它具有站外收费 水平进出 还有月台门 以及中央控制系统 以及行控耗置等等 因为还在开放试程阶段 专用到大部分的车站都还没完工 所以快捷巴士走走停停 民众还无法感受到BRT的舒适快捷 可能是现在工程还没有完全的完善 所以在颠簸度上面还是有一点 觉得有点颠簸 以防如果台中市政府还有一些短程的接驳线 比如说到市政路啦 或是到中青大雅之类的 会让我们更方便 也要提醒驾驶人 一般车辆是禁止行走 在BRT专用到的 一个月宣导骑后 如果违规就要受罚 新唐亚太电视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